新北市淡水区公友纳谷塔圣贤祠是服务淡水北海岸地区民众祖先祭祀地点 而随着时代变迁 许多人家中有越来越少摆放祖先牌位 大多都会申请公友纳谷塔牌位来祭拜 而淡水圣贤祠在启用后到现在 总共有1946个牌位 在去年都已经额满 因此淡水区公所在今年更增设了1440个牌位 并且在今天上午一早8点半开放申请 许多人一早就在开放前来到圣贤祠排队 希望可以为祖先选个好位置 当初设置的时候有设置1946个牌位 那在最近已经都满了 那后来我们就是在之前 我们就已经在规划说要新设牌位 那我们后来在新设的部分 有新设1440个牌位 那今天来做启用 最主要的目的是一个是服务大家 当然就是说让各位在 民众在祭拜先人的时候能够更方便 那这边我们会继续提供更好的服务给大家 区长表示淡水圣贤祠自103年启用 总共设置了1946个牌位 于111年12月而满 有鉴于民众需求迫切 新北市殡葬管理处补助弹水区公所510万元 于圣贤祠一楼增设1440个省主牌位 并且在今天17号开放申请 一早就有许多民众来排队 现场有流程分区 从资料填写到选位进塔 人潮虽然众多 但秩序良好 因为这个牌位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有的是看生肖 有的是看坐相 那有的甚至可能是像说 在这个观音佛祖的旁边 所以每个的需求不一样 所以可以看到民众一大早就来做牌位 那当然是秩序是非常好 那我们同仁这边的引导也非常顺畅 那希望说能够提供我们民众 那个最好的服务 区公所表示 圣贤祠过去每年平均 有300件的牌位申请量 期盼借此能够增设提供民众 更多缅怀先人的选择 而但水区公所也提醒 其用须知还有申请书表格 已经在公所网页还有脸书公告 也请民众依现场动线依序办理相关手续 而另外但水深嫌辞出了每周一修馆外 周二到周日上午8点到下午4点都可以开放 也希望能够达到市民需求提供最好的服务 记者许多元一但水采访报道 未经许可, 年轻人物 或许多元一旅行